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气学理论为核心的这一节理念 我们怎么样是 就是这个是作为一个结束 今天要跟大家汇液倒气的特点是什么 还有中西文化对这一特点的诠释又是什么 还有什么是呼吸的重要辅助器官 大家可以在就是说听的时候可以想想 什么是重要的重要的辅助器官 还有疏导人体内部的气的支 这个这个我们就是练功的话 就是要疏导自己身体内部的气 对不对 那么我们除开这一个 还有什么别的气也是非常重要的呢 在我们练功的时间 好的我们下面接着一点一点 跟大家一起探讨 以一导气的特点是什么 大家有没有想过 它的特点 我们就是说以用意力量 把这个气导到一定的身体的某一个部位 它的特点是静中求动 我们既要静也要求动 那么这个静和动是完全是就是说 好像这个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个事 但是我们为什么在这个练功的时候 我们要讲究静的中间还要求动呢 那么什么要静 什么要动呢 看看张广德老师是怎么讲的 他说是意念上我们要静 但是肢体上我们要动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太极拳就是以意 就是说用这个意念去代替我们的动作 对不对 以意念代动作 其实这个地方好像就 我觉得就是就是那一种的概念 就是说用你的意念去指导你的动作的 每一个这个一举一动 对 为什么我们在意念上要静 在肢体上要动 这个动静结合 才能够把我们这个气导到一定的地方 我们在这个知道意念上的静是非常难做到的 哪怕就是我们金刚经里面都讲 于是降伏其心 就是说我怎么将把这颗心把它降伏 它总在那个不停的在那个动 这是一个很就是说很难的难题 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练功 我们要让我们那一颗 就是说不安分的心就是把它给收回来收到体内 但是呢我们的肢体在动 就是就是说他的这个倒气的特点 记住了就是要静中求动 就把我们的思想要集中 要安静下来 要回归到自己的家 之前我也讲过我们的肢体 是我们的房子 注意是房子不是家 但是我们这颗心在外面流荡的心 你要是总在外面走的话 房子坏得很快 所以的话静的意思就是把那颗心拽回到肢体里面来 安安静静的享受这个肢 就是说好好的照顾好我们这个身体 就是意念上的静 肢体上的动 肢体不动的话 它那个气血就流 就是说流不畅 一流不畅的话呢 就会就是说就是我们身体就会出毛病 很好的 那么中医我们看一下中医和这个西医 怎么样来理解这个静这个字的 中华文化就讲静的话呢 它可以疏导丈夫的气机 它可以畅动经络的气血 而且呢 它还可以促进周身的血液循环 这个是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静可以促进周身血液循环 那么这个呢就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在在安静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以意念疏导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气血 让他在身体里面按照我们古人给我们总结出来的方向也好 这个规律也好 然后他的那个寻走向也好 因为作为就是作为普通人来讲 我们不是学医的 我们也不像张广德教授那样是从事这个武术的 对吧 那么我们就非常的幸运就是有张广德教授 已经给我们总结出来的所有的功法 所以就按照功法 安静静的做这一套功法的时候 我们在思想上很安静 记住每一套功法 张老师的每一套功法 都是说夜乃人静万绿袍 人静才能万绿袍 对吧 这个就是那个就是他指导着我们一步一步的做 这个是我们这个导音养生功也好 然后我们传统的这个中华的养生的其他的这个文化也好 比如说道教的功法也好 对吧 都是让我们还有福教的也好 都是让我们心归体安安静静的做自解 好 那么从西医来讲 19世纪的话呢 这个就有西方的医学就这个发展 就是说看这个神经是怎么样走向的 他就有一个把这个人体呢 人体的神经就是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自主神经 一部分是植物神经 什么叫做自主神经呢 就是说一个正常的人 你比如说你睁开眼睛 好 你就可以把自己眼睛睁开 对不对 然后你把嘴巴张开 你就可以啊 就可以发出声音来了 然后你说我要把左手提起来 我要用右手去拿我的那个鼠标 对这些这些东西的话呢 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思维去控制到我们的肢体 对吧 这些神经呢 就叫做自主神经 你可以自就是说控制他的这种神经 那么还有一部分神经的话呢 我们控制不了的神经 那比如说我们的血脂 我们的血压 我们的眼睛的瞳孔 还有就是说我们就是说 这个心的这个跳动 我们不能控制他 我们他跳很快的时候 我们不能说哎呀跳慢一点 然后那个血压很高的时候 哎呀你干嘛血压那么高 你降下来一点 他就不如这个自主神经 那么那么就是说 我们自己能够控制他 受我们的主观的意识控制他 这个植物神经呢 他就不行 植物神经呢 他又分了两类哈 所以的话呢 这个植物神经是归谁控制的 不同的这个 这个这个 怎么说呢 不同的这个 比如说西医 还有就是中医 不同的这个 系统说的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呢 尽管他们说 就是对这个东西 就是说描述的不一样 他最终的结果 他就是点出来的 要我们做的那个事是一样的 那我们再仔细看一下 这个植物神经是怎么回事 植物神经他有两大类 就是分成两类 一个叫交感神经 一个叫副交感神经 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呢 是两个对立的 嗯 我们看一下他们为什么是对立的 交感神经 他的作用呢 就是说你瞳孔是扩散的 心跳是加快的 皮肤和这个内脏的血管是收缩的 血压是升高的 这个然后那个肠胃的蠕动 也会减慢了 拓延呢 也不会变成那种 就是说清清淡淡的 甜甜的 又变成了很粘稠的 那个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出汗的 对 交感神经 就是启动的时候 是有这一些症状 瞳孔放大 心跳加快 血压升 身高 然后肠胃的蠕动减慢 然后唾液就是变得 粘粘稠稠的 就是不是那种 清清淡淡的 在那时候出汗 他的一个这个 他和呼吸的联系呢 就是说这个时候 他是吸肠 吸气 呼短 看见 他可能还会用口 来辅助他 那个吸气 那个那个 比如说我们常 就是说跑步 我们做非常大的运动量 我们是不是感觉到 这种 对就特别 那个那个 那个 那个吸很长 就是连嘴巴都张开 一起来配合他 那个那个吸气了 那呼的很短 这个时候呢 这个就是我们 交感神经 启动的时候 那么复交感神经呢 正好和他是 刚才讲过的 他是两个的对立面 就是说你工作 我就休息 你休息 我就工作 是一种这种状态 那么复交感神经 他启动的时候呢 他能促进 肠胃的 这个活动 消化液的分泌 大小便的 这个排泄 以及 这个时候要注意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有肠胃的蠕动 这个消化液的分泌 那么我们就把我们 吃进来的 这个 这个食物呢 能够很好的消化 转化 然后送到 各个需要的部门 比如说送到我们的 这个 心 肝 肾 然后还有我们的 这个这个末端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手指 头 头上 就是送得很好 这个时候 他能够完全的 fully process你的这个食物 对 这个时候 这个是 副交感神经 这个启动的时候 而且注意 他能保持身体的能量 记住这一点 副交感神经 第二个呢 他的那个瞳孔呢 是缩小的 他就减少了那种刺激 然后 然后这个时候 他的瞳孔一缩小呢 这个也能储存 这个能量 他促进 肝糖 源的生 生成 他能储存 一个能量 好 第二个 这个第一个是 肠胃的蠕动 保持身体的能量 第二个是 瞳孔 缩小 也能储备 储蓄这个能量 第三个 心跳减慢 血压降低 这个是昨天 对吧 我在群里发了一个 胡小菲老师 心编的一个 降血压的这个 这一套功法 它是由这个 中国这个健身气功协会 从那个平台上 退出来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了 我们练那一套功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 养心功 就是降血压的功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 就要启动 我们的 副胶感神经 对 这个时候要注意 所以我们练功的时候呢 大家就 这个 就是说 为什么要启动 我们的 练功 如果就是说 要 对对对 很安静的时候 就要把我们的 副胶感神经 要启动呢 这个时候 我们的呼吸呢 就是正好和 这个胶感神经 启动的时候 这个 吸长呼短 是相对的 就是 呼长吸短 那就是 把身体的 所有的 这个 肺气 灼气 这个 毒气 什么 就是 不需要的 就把它给 呼出去 呼 然后吸的时候 是很短的 他这个时候呢 就是 正好和 这个 这个 胶感神经 是 这个 相辅相成的 你那个长 我这个 我那个 这个就短 你这个短 我那个就长 所以 这个时候 大家想想 我们如果是 大家可以 体会一下 就是说 吸很长的时候 这个 呼很长的时候 吸很短的时候 你这个 这个人的 这个 整个状态 是一个 安静的状态 那就是说 我们 副胶感神经 启动 我们需要一个 安静的状态 才能启动 大家 就是说 从他 两个的作用 他启动的时候 交感神经 启动的时候 瞳孔 心跳 血压 这个肠胃 蠕动 减弱 对不对 这个都 这个 如果肠胃 蠕动 减弱的话 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 就是这个 吸收的不好 我们 要么就引起 肥胖 要么就引起 领养不足 对吧 所以的话 我们比较两个 我们知道 我们需要的是 能 既能 消化 食物 又能 储存 能 这个 能量 所以我们 希望能够 腹胶感神经 启动的时间 多 那我们 就是说 我们要 安静 静的时候 要安静的时候 我们这个 整个的肢体 才能够 运作的 会比较好 下面通过 一个例子 来看一下 意念是怎么样 来倒气的 记住 刚才那个地方 打个斗点 然后换一行 换一个 换一个 章节 我们再来看 意念是怎么样 倒气的 张老师 做了 大量的 这个 试验 科学的 就是说 就是这个检测 检测 这个 我们的 血位 劳工 血 大家都 非常的 知道了 对不对 掌心 你握拳 以后 这个 中植 锁点的地方 就是 劳工 血 这个是 心包 经上的 一个 火 血 我们练工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 不但是 养心 工 我们的 这个 养肾 还有 这个 糖尿 病 工 然后 还有 这个 我们的 这个 还有其他的 一些 这个 工法 还有一些 春天的 工法 还有 这个 养肺 工 我们都会用到 劳工 穴 那么 这个 劳工 穴呢 我们如果 把意念 守在 这个 劳工 穴上 我们 这个 穴位的 这个 皮肤的 温度 可以 升高 0.5 到 1.5 摄氏度 这个是张老师 在 这个 和 很多 医科学院 这个 他研究 这套 工法的时候 是做的 这个 这个 测试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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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是 这个 试验 这个课题的 这个试验 他很多 他在书里面 经常 就是说 他会提到 这一点 那 就是 可能有些朋友 就是说 为什么 这个是 0.5 到 1.5 摄氏度 这个觉得有点 是不是有点 大了 就是说 这个相差 有点大 一度 想想 这个体 皮肤表面的 这个温度 提高 一度的话 是 比较 就是 这个差别 是比较大的 那么 其实 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 如果 我们经过训练 经过练习 我们知道 这个 穴位 应该怎么走 这个精神 应该怎么守 到这个地方 他就是说 有些人可能是 练的时间短 他可能就是说 难得 升高很多 但是有些 那个人的话 可能练的长一点 他掌握了这个方法 他可能升的高一点 所以的话 不管是怎么回事 你就是一手 这个三分钟 大家可以 在家里 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 因为现在这个 温度计的话 会比较 容易 容易 就是说 更加精确吧 有电子的 就是 按一下就行了 大家可以做个试验 自己去做一下 那么这个是 他的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 说明了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的意念 放在这个皮肤的 这一点的话 那么这一点的 温度就会升高 那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 意识到 这个气 就是从大脑 发出来的 这个信息 到了一个皮肤点 他能够有结果 他是有结果的 所以中医认为 意道则气道 你的意念集中在 你的 比如说 劳工穴 他能够 使你的皮肤表面温度 提高0.5到1.5度 那么你就 把他放在这里 其实那个时候呢 想想 为什么他会升高 就因为 我们 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的气血 都往这里流 记住了 气血一流的话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我们一动 我们有时候 我每一天 每一天做这个 导音养生工的时候 我浑身我都会觉得 就是从一开始 会觉得 有点冷 然后慢慢慢慢 做了以后 全身就发热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 浑身都有毛 就是有一点那个毛毛的 那个汗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他就是气和血 在我们这个 气管里 血管里 经络里 在流动 那就是说 易道 则气道 你把这个 你做的时候 你想到这一点 他的气就会 往这里走 然后 气到了以后 就去血行 血行则并不生 我们肢体 我们就发热了 我们的这个 靠这个气领着血 靠这个血流动 这个能量 我们身体发热 然后发热了以后呢 血就行得很快 就是说 比我们坐那儿 不动的时候 肯定是要快一些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血行了以后 你就不生病了 这个是中医认为的 好 我们再回过头 来看一下 我们的意念振动 我们上一次个 上个星期讲过的 这个是从 这个 美国的 Dr.David 他做的试验 就是说 我们意念 有一个振动的频率 那么 200以上 我们就不容易生病 200以下 就会生病 这个也就是一个 意念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意念 一定要就是 他就是说 这个意念在工作了 对不对 对 他讲的就是 非常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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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的就 就比较明确 上个星期 讲过了这个 就不再重复了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看一下会 看上个星期的 这个讲座 好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如何把这个气血 让它流动的更好的话呢 不是靠我们的这个 交感神经的启动 而是靠 副交感神经的启动 因为我们 你在交感神经的话 你就是说 很惊讶 很惶恐 很这个这个 很很累 很压力 很大的时候 你这个 这个 我们的气血就 因为那个 那种状态之下 我们的血管是收缩的 气血流动的不好 所以在这个 人体这个 让气血流动的 更好的话呢 一定是 要我们安静的时候 我们安静的时候 我们意念 才可以从我们 一个这个 这个血位 到另一个血位 然后从我们的 比如说 从胸到手 手到头 头到这个 竹竹 再回到腹腔 腹腔再回到胸 才有这个过程的 这个理顺 这个的话 我们可能 每天晚上 做的那个筑基工 它就会有一个 像这样子的一个 梳理 就是为什么 有些朋友 就是 不是有些朋友 很多朋友 跟我反应 就是说 做完了 做完了那个 筑基工以后 睡眠都好很多 那个就是说 它把你的气血 打通了 让你会 非常的安静 然后就 非常的容易入眠 好 那我现在还有一分钟 好的 那我赶紧讲 好的 这个的话呢 谢谢提醒 这个不就是说 我们练导音养生功的时候呢 不仅需要这个培养和疏导人体内部的气 还要采取天地之灵气 这个我也可以用筑基工的这一个 这一个我不是 他不是说这个把两个手心朝上 然后手心是窝住的 然后让这个天气 天上的这个阳气 落到你手心 然后灌着你的百会穴 然后再流动吗 这个就是说 我们练功的时候 也有采日月精华之气 每一个动作都要逆服势呼吸 让我们细盈伸长 这样我们才会这个达到安静的这个目的 好 我们在我们采气中间呢 也安排了很多的这个动作 除开采气 我们还有寻气 导气 规气 收气 等等 为什么我们那么在一起 皇帝内经说 正气 内存 邪不可干 就是我们身体充满了正气 就像我们开始看到的那一个 开心快乐 这个 有这个 就是 胸怀很大 等等 这都是正气 对吧 你有了这些 就没有邪气的位置了 这个是 我们什么 我们知道 肺口鼻是呼吸的器官 那么 什么是它重要的辅助器官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 什么是的 这个 我这个 在今天发出去的 这个广告中间就有这一条 其实我们的皮肤 每一个皮肤 千千万万的毛孔 就像一个个的小窗口一样的 不停的进行呼吸 对 它不停的进行采气 所以我们把意念放在我们的这个皮肤上 比如说一个穴位 劳工穴刚才讲的 对吧 他的 就是他也在呼吸 皇帝 黄帝内经讲了 三交旁光者 奏理 毫毛 其印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这个奏理也是非常的一个重要的 上次讲过的这个奏理是包括现在我们所讲的筋膜 今后可能有机会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的 所以毛孔呢也是人的这个出气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练功的时候必须要我们要保暖 要注意不要让气从我们的毛孔出去了 对吧 绝不要因为这个单纯的从兴趣出发而追求所谓的奇迹 伤了自己的元气 所以我们练功的时候一定是要把气守住 守住气我们后天之气守住了以后就不会去到我们的这个先天的气 不到先天的气 我们有足够的气可以让我们整个的一生就是就是用的多一些气用的多一些 好的今天我们就讲完了这个气血理论 然后下一个星期的话呢 我们会讲阴阳五行这个指导 阴阳五行的话我们会讲动作中的阴和阳 还有为什么五行会那么重要 好的今天就到此 这个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这个参与 我们下个星期每个星期五 2021年每个星期五下个星期再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星期五下个星期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